他知道我银行有多少钱 他非常卑鄙 非常卑鄙 非常卑鄙 到底是谁比较卑鄙 纽约华裔商人李景光前天声称 因为不想留给离婚妻子一分一毫的财产 决定怒捐一百万美金给纽约中华公所 还大阵仗召开记者会痛批老婆的不是 没想到百万美金的支票今天竟然跳票 一毛钱也拿不到让人傻眼 不但支票跳票 公所人员还发现李景光横通银行的户头中 竟剩不到五十元美金 替他开记者会的中华公所主席肖桂园表示 当时以为李景光有心做善事 才为他联络媒体及律师 想不到好意完全变调 做一件好事应该就是要以正面来报道 这个董事大好消息来 董事他是利用我们的媒体和中华公所 来做他想达到的目的 联城公所顾问赵文生更爆出 李景光的会计师以及处理离婚事务的律师 也出面控诉他欠钱未给 我的一个认识我的人传给我 他说他欠我的那个会计帮他报税都没有给钱 律师也是认识的 北本中心李景光快出来共报导 咱西亚 毕业